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引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體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在看熱鬧而能夠看門道 歡迎大家來聽我們的Podcast YouTube頻道 也希望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我們透過您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更深入的報導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的 這個有關於破千的議題 或者是土地徵收的議題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不管是破千也好 或是土地徵收的爭議 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減少 所以似乎在不同的政黨上來之後 也許手段也許方式會有一些些的不同 但是其實有一些根本在制度上面的問題 都沒有去解決 所以不管是我們過去跟大家談論過的 討論航空城 或者是前一陣子也跟他討論過的 像設置島的問題 都跟土地徵收的方式 特別是區段徵收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最近有關於設置島 其實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城中一座島 足提足水徵土徵權 設置島開發與台灣的都市計畫 這樣的一本書裡面 談到了這個有關設置島的 不只是這個當下的爭議 也去回顧了設置島的發展歷史 今天在節目當中非常高興的 邀請到的是這一本書的 主編也是作者之一 同時也是長期關心 台灣土地徵收問題的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的 教授廖貴賢老師 來跟我們談這一本書 以及他所看到的設置島的問題 廖老師你好 關老師好 謝謝廖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一開始先請您來談一下 這個設置島對您來說 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為什麼您會特別的為了設置島 或是你們會特別為設置島來出一本書呢 設置島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位在可以說是兩河的交匯處 台北盆地最重要的兩條河 基隆河還有淡水河的交匯處 所以它過去在自然的地形上面 它就是一個沙洲 它是一個不斷在變動的沙洲 那這樣的一個地方 過去因為種種的 這個關於這個洪水管理的這些議題 所以在過去的這個台北 大台北地區防洪計劃裡面是被列為 洪泛區 那因為這樣子 那導致接下來的進線件 所以它的發展跟大台北地區其他的地方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到21世紀的今天再來看這個地方 它很明顯的跟台北其他地方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麼獨特的地方 我認為應該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 那但是很可惜的我們在一個仍然持續持續的這個開發思維之下 仍然有許多人把它看作台北最后一塊所謂的處女地 我非常不喜歡這樣的一個名詞 但是非常多人把它看成還沒有開發 然後必須要開發的地方 那看到一連串的這個開發相關的爭議 台北市政府提出的這個開發計劃 實際上是對當地人造成非常大的痛苦 那所以以我自己來講 大概是在社子島這個開發計劃 通過環評的這一年也就是2012年的 對不起2021年的年底 那環評通過 那其實非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沮喪 雖然當地居民提起訴訟 那但是通過之後我自己也就在想說 參與了社子島的這個反對不當的開發 特別是生態社子島這個計劃 那它一路都通過了這麼多的審查 通過了這麼多的層層的所謂專家把關的審查之後 那我們到底還能夠做什麼 作為專家者作為關心的公民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那我那個時候唯一能夠想到的是說 因為我自己能夠做的大概就是寫字 那所以我想說 那一方面是把社子島種種的爭議記錄下來 一方面是批判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記錄社子島的一切 因為社子島在媒體上面 往往是被塑造成非常悲情的 而且非常多希望社子島能夠加速開發的人士 甚至包括在地的人都把社子島形容得非常的不堪 我甚至聽到一位文史工作者 這位文史工作者長期記錄社子島 他甚至連他把社子島都把它形容成爛蘋果 這個聽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忍而且不堪的 我自己對社子島的認識之後發現 社子島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地方 那外界一味的把它給一個刻板的印象就是落後 什麼都沒有混亂 那這個其實對社子島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我覺得有必要有一本書是有別於媒體 有別於一般人對它的刻板印象把社子島 現有的一切還有過去的歷史 盡可能的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這是我們想要寫這本書的原因 這本書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前幾天要把它看完 然後再看完之後 其實我也談到了就是我這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剛剛談到的那個開發的 這個過程以及這些相關的爭議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常常把一個地方在媒體上面 大概只有看到它的某種的樣貌 這個樣貌是非常非常的 扁平的 甚至它可能只是一小個片段 可是每個地方 它背後都有非常非常豐富複雜的歷史 這本書其實也 爬出了這個社子島的 這個背後的發展的歷史 所以我也想要請這個廖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 大概剛剛也稍微提到 這個台北跟社子島之間 事實上是有一些關聯 但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它有什麼樣的關聯跟差異呢 它跟台北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它如何又發展出一個什麼樣 屬於這個社子島一些獨特的文化 跟它的歷史 嗯好 社子島之所以今天看起來會跟 大台北地區 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 當然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從民國59年之後 社子島開始被禁建 而且被限建 那為什麼會被禁限建 這個當然跟整個低洼的台北盆地 的這個水患治理的需求有關係 那當初在大概應該從日治時期開始 對於整個台北市的低洼地區的這個水患治理 採取的就是一個防堵的策略 也就是說用高體把台北市可以開發的土地 把它圍起來把水擋在外面 那如果我們要把水擋在外面的話 你當然就要確保這個水 那個我們的河道有足夠的通洪量 所以這個社子島就位在於兩河的交匯處 所以其實理論上它過去可以說是河川的一部分 它可以算是河川的洪泛平原的一部分 實際上大部分的台北盆地都可以算是洪泛平原的一部分 只是說很多地方需要開發 過去需要開發 所以這些地方人們不希望它淹水 那所以就煮高體把它圍起來 那社子島當初為什麼沒有被劃在所謂的體內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社子島還是 主要的經濟還是農業 那個時候我們可能都聽過社子島 過去供應台北市的蔬菜 那當然是這個高速公路通車 種種的這個社會經濟情況改變之後呢 社子島相對供應台北的菜量就減少 那總之回到在規劃大台北地區防洪的那個年代 社子島算是相對而言它不是城市 它是一個農村地區 所以被認為經濟價值是比較低的 經濟價值比較低的地方呢 主體保護對於這個以成本效益而言呢 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因為這個主體非常的貴 這麼貴的東西要保護經濟價值低 那這個在成本效益而言是 就是說就不會去把它納入 那這個當然為這樣的一個成本效益的分析 合不合理 這個是另外可能可以需要談的 我們暫時先不談這個 總之當初社子島被排除在外 因為排除在外 那這個做水患治理的這些政府官員也知道 如果沒有足夠的保護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不應該有更多的 有開發不應該引入更多的人 所以因為社子島沒有足夠的保護 沒有防洪設施的保護 所以那個地方就被禁建 就被限建 好不好那個時候 最就是回到民國59年 實際上那個時候台北市的都市計劃呢 就說社子島的這個都市計劃 把未來有待於社子島的防洪計劃完備之後 再來提出社子島的這個開發計劃 所以社子島就是從過去一直就沒有 這個開發計劃都沒有決定 那這個就回答說 那為什麼社子島過去一直都沒有決定這個開發計劃 這個也跟大家認為社子島一定要開發 一定要變成城市的一部分也有關係 當這個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過去的歷任政府其實都有對社子島提出開發計劃 這不是只有柯文哲 這邊真的是要澄清 柯文哲總是說他是第一個要解決社子島問題的人 但是過去所有的市長都有提出計劃 但是每次提出的計劃呢 都是所謂的整體開發 都是把社子島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 視為好像這是一個同一個社區 然後把這個同一個社區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你如果把這個島上所有 那麼多十幾個不同的聚落的人 把它視為同一個社區 當然大家會有一些意見分歧 所以你出來的這個計劃一定會有人反對 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 所以過去曾經反對的包括像成立社勤專區 把所有台北市不要的這個八大行業全部丟到社子島 這個絕對是引起抗議的 那接下來的一些計劃 例如像是最近一次 那其實地方也群起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最近一次其實已經相當接近要可以成功了 那但是地方也反對為什麼 因為保護的標準還不夠 那個時候社子島的主題是主導20年的 這個重現齊聚的保護標準 那那個時候地方的投人 地方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投人地主 就反對認為我們的開發的容積率不夠高 因為這個開發強度不夠高 所以就群起反對 所以過去因為一直以來就把社子島當作一個通知的整體 就非要去整個整體的開發 導致每一次的計劃推出來都反對 各種原因反對 所以就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有一個合理的解決的方法 剛剛也特別談到說 其實在不管是在所謂的防洪 或者是在農業上面 其實社子島對台北地區 事實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在書面我也談到有一些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例如說很多中小企業 也移到那個地方 所以他其實有很大的一種 日常生活的生產的供應鏈 或是產業鏈的那個樣貌 事實上在社子島裡頭 可是對外面的來講 他就是鐵板一塊 然後在開發的時候也是鐵板一塊 也就是所謂的區段徵收 要整個整體性的做開發 而忽略裡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 這種不只是歷史文化 很多的這種地方的差異性 這樣的一個思考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廖老師剛剛也提到一件事情 我也覺得蠻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對這些地方政府的官員 他認為是台北的最後一塊的處女地 剛剛你也提到 你非常不喜歡這樣的一種說法 可是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去開發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整個城市發展也好 或是整個人口的變遷也好 我們看到空屋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其實也看到少子化的問題 開發這個地方到底是對誰有好處啊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但是我認為歷任的台北市長 或是歷任的這個政府 甚至包括台北市自己的這些規劃 跟地震的官僚 都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在講說 我們要解決社子島的問題 那社子島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從來沒有被好好的去釐清 那這個問題沒有被釐清之後 很容易就馬上把答案 把它放在要開發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回到歷史上面去追溯 就剛剛說了民國59年 其實社子島被排除 在這個200年這個方法 保護齐聚的這個保護 他就變成題外 那但是社子島那個時候不是沒有都市計劃 應該說社子島那個時候其實做了一個都市計劃 只是這個都市計劃被暂緩 被放在那邊 換句話說那個時候的心態是 社子島未來是要開發的 他未來終將是要開發 只是暫時等一下再說 未來再說 所以我覺得一直就有一個那樣的一個思維 那個思維就是這個地方必定要開發 但是我也必須說 社子島從來不是一個未開發的狀態 社子島百年之前就有已經有人去那邊開發了 所以社子島有一些聚落 他這些聚落都是百年以上的聚落 所以社子島絕對不是未開發的狀態 只是說我認為台灣人一直有一個心態 就是農村一定要變成都市 對 好像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進程 所以社子島 他又位於一個非常繁榮的北台灣的都會區 他在北台灣的這個都會區裡面 其他地方三重如洲都慢慢開發之後 大家都認為這個地方要開發 而且這也牽涉到很重要的 就是台灣常常造成破千現象的 其實我覺得背後是一個這個土地增值 增值的一個心態 認為土地增值是理所當然 而且全民都把房地產的買賣 當作一個投資當作一個很重要的賺錢手段 所以所有人都期待著土地要增值 大部分人期待著土地要增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到21世紀的今天 開發變成勢不可擋 這個其實不是因為真的要解決 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問題 我認為要解決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就是用現在的這個 現有的這個防洪保護標準 做一個比較開發的這個容積率 相對強度比較低的一個計劃 那我剛剛也說了 之前有一個計劃就是類似這樣的計劃 但是他就被群其反對 因為當地的地主不願意 那所以現在回到這裡 為什麼您問說為什麼設置到一定要開發 我認為是背後這些已經買了土地的財團 還有很多可能不見得有土地 不見得有很多土地的在地居民 可是他還是警報著當初的那種 特別我要說是老一輩的 他可能還是警報著當初的這種盼望 覺得總有一天設置到會開發 而且他看著對面的蘆洲 看著對面的山蟲 看著對面這個這個樓房不斷的越來越高 所以他心裡面一直有那樣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期待 農村一定要被變都市的過程 加上台灣人希望透過土地爭執 來賺錢的這個心態 再加上我們的是這個都市規劃的官僚 同樣的也是還在一個開發國家中的心態 認為農地一定要變建地 特別是在台北市的地區內 所以造成這種今天看來好像非要開發不可 這樣的狀態 可是我們仔細去檢視 社子島的問題在於它現在的這個 沒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公共設施 就是下水道或是這個污水處理等等的這些設施 也沒有正式的公園等等的這些就是看起來相對的沒有那麼正式 但是不代表居民在裡面過的水深火熱 絕對不是 所以他的問題我們好好去檢視 我們來改造環境 我覺得就能夠解決社子島的問題 社子島居民最痛苦的是 他們沒有辦法像正常人一樣修繕他們的房屋 他們沒有修繕 他們有修繕 可是只能用鐵皮修繕 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修繕 這樣的用最簡單的方式修繕 當然非常的不穩固 而且外界看來也會覺得這個地方相對落後 這是他們權益上非常大的犧牲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兩個東西事實上在台灣經常會看到 一個就是在城市邊緣的城鎮 事實上都有某種翻身的期待 或是改善他生活的期待 所以這個其實剛才你談到所謂農地變成建地 農業區變成工商區的業發 這種所謂的直線式的發展 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 因為很多人本來他生活環境可能就面臨到問題 他對未來是有些期待 會有這種想法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比較糟糕的是做一個政府或做一個建商 他恐怕不是單純的這樣子想 就像你剛剛談到 他背後是可能有很多的這個土地利益 在背後的這種事蹟而動等等 另外一個我也覺得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政府不會就事論事 我所謂就事論事是說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把那個問題找出來 我們去解決那個問題 可是我們的政府做事 常常是一種砍掉蟲鏈的做法 就是你不去找這個問題 然後你把整個砍掉蟲鏈 那個問題恐怕還是存在的 那個現象可能還是存在的 我覺得這其實反映出在台灣的很多的建設 這個開發或是發展 常常會出現的一個思維 您剛剛也提到說 在歷任的台北市市長 也都提出了這種開發案 那當然在過去的開發 比較是一種由上而下的 這種所謂的政府的政策 的思維 然後甚至在某些地方 可以看到強制的在進行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柯文哲剛上任的時候 非常強調一種所謂的 開放政府透明政府 那其實在有關於這個 社子島開發案當中 他也提出了iVoting 他也做了iVoting 然後也辦過這個工作坊 甚至要跟民眾的這種 所謂的溝通 拜訪這些當地的居民 那為什麼還是會被你們批評說 這是一個不民主呢 他做的不是很多 我們看到很多民主的樣貌 或是民主的這種 該做的這些事情嗎 這的確是非常多人覺得柯文哲 很景仰柯文哲是因為當初覺得 他的確跟過去的這個市長不太一樣 我必須說這個 社子島的這個都市計劃的這個過程 的確跟過去的都市計劃是相對 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在哪裡 就是他有一些表面形式上的民主 這個表面形式上的民主 過去的都市計劃是真的 連做都沒有做的 那這些表面形式上的民主是什麼呢 就是您剛剛說的 他帶了官員 柯文哲帶了官員到社子島去 進行非常大型的這個說明會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做這個舉辦iVoting 讓居民去選擇 從這個不同的方案 開發方案裡面去選擇 那為什麼我們批判他還是不民主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看到更可怕的是說 當這些所謂看似民主的過程 他其實背後人是由上而下決定 我要在這我要在社子島做什麼 但是這個民主的過程 會卻被拿來當成一個背書的過程 這個其實是更為恐怖的 這個比單純的獨裁是更有心急更恐怖的 它是一個操縱民眾的過程 那怎麼說呢 比如說這所有的說明會好了 都是叫說明會 就是我去那邊告訴你我做了什麼 我對你說明 那民眾可以發言 可是民眾發言提出來的事情 有沒有被回應 事實上大部分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形式上去說明 但是這個在表面上看起來就好像 我有去讓民眾參與 再來是iVoting的形式 當初的iVoting 市府內部自己就在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就已經擬了三個方案 這三個方案分別是 運河設置島 生態設置島跟Line設置島 這三個方案 那以我們過去參與運動的這些 我們這些夥伴來講 第三個方案也就是Line設置島 相對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是當初地震局長李德權 他的團隊擬出來的 另外兩個方案就完全是在辦公室裡面 由建築師這樣畫出來的 那這三個方案不管如何 這三個方案對居民來說 他是完全不了解三者之間的差別 他只聽到這個三個方案的名稱 但是他對於這三個方案的內容完全是 根本不知道如何比較起 你是說沒有任何的評估 沒有那種具體的說明 然後沒有政策的那些進程樣貌等等 都不知道 有一個有平面圖 所以居民可以看到平面圖 然後有一個表格比較 比如說開發方式 比如都是徵收 有這個平面圖比較說 公園的大小等等的 這一些形式上面的比較 可是坦白說沒有學過規劃 沒有學過設計的人 你看平面圖 看這個規劃的平面圖 實際上你也很難看得出什麼管理 所以基本上居民是被 有被提供一些這三個方案的資料 但是對他們來講 這樣的一個資料是很難下咽的 是沒辦法消化的 所以換句話說 直到投票之前 他們都不知道到底要投什麼 這就因此讓里長非常的不高興 因此發起讓地方來巨頭 這也就是為什麼投票率 其實相當相當的低 投票率相當低的情況 那之前里長因為巨頭 這也是一個小插曲 因為巨頭 所以柯文哲就非常的不高興 柯文哲不高興 你可以感覺到他那個不高興 我的形容是一個非常父權的心態 我都已經做了三個方案給你 我都已經讓你可以選擇了 那你才要反對這件事情 於是他一氣之下就說 好那如果你們三個方案不要 那我給你第四個方案就是不要開發 說不要開發就是什麼都不做 所以當初的iVoting是有四個方案的 但是回到說為什麼這件事情 看起來是投票相當民主 好像民主的一個標準程序 但是這三個方案 首先都不是居民有參與的 再來這三個方案居民也不了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投票 是這也就是說有民主的形式 但是背後沒有民主的過程 那麼更糟糕的是 因為這樣的一個投票選出了生態社子島 那選出了生態社子島之後 之後呢這個生態社子島 不斷的有很大的爭議 但是市府一直都用說 這是經過我們民主程序iVoting 投票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必須尊重 而且必須要采用這個方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之中 這樣的一個民主的形式被反過來 居民去參與去投票 反而變成去幫台北市政府去背書的這個方案 所以這因為這樣子之後的所有的 所謂的說明會到後期 要去這個北市府要去做所謂的地方溝通 地方的居民也特別是社子島 這就會常常去抵制 常常不斷參與 很大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他們被成為跑流程的過程之一 去幫忙完善的那個形式 讓北市府可以說 這是我們經過參與經過溝通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理所當然 我們要繼續推下去 這就是對賴老師 或是對一些這個居民來講 這樣的一個過程 事實上就是一種所謂的民主的樣板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讓你有提安全 這其實在跟香港在爭取真民主真普選 是一樣的概念 就他們在選特首的時候 那我就先找幾個讓你們在這裡面去選 這幾個本來就不是他們希望 或者是他們沒有辦法自己去提名 所以香港的這個現象 其實你會發現 在台灣的這個社子島的這個爭議上面 他似乎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複製 那這也導致有一個民主的樣貌 但是實際上面 卻是可能會是一種所謂的 你們會認為是一種獨裁的這個意涵 不過當然他投票率很低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對柯文哲而言 他們是主要要推的是生態設置島 那生態設置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規劃 他到底有不好嗎 或者是他到底有什麼可取之處 那就算不民主 假設他是一個好的方案 為什麼不能夠去執行呢 為什麼不能夠去接受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請廖老師 來跟我們做相關的討論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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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次回到餐單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餐單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Podcast到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陳忠一座島的這本好看的新書 他在專門在談社子島的一些開發的爭議 以及他的歷史的發展 那今天的來賓是這本書的共同作者 也是主編廖貴賢廖老師 廖老師你好 大家好 廣老師好 謝謝廖老師 在上一段給我們這麼精彩的 這樣的一個分析 但是我想要回到 這個柯文哲政府 當然他 透過某種的所謂的民主程序 或是那種所謂虛假的民主程序 那最後選出了 不知道是誰選出來了 就是可能票數比較多選出來 就是生態設置 但是我們也看到 這是一個他主推的一個方案 好 那我們當然知道那個程序有問題 可是我們來看這個方案本身 生態設置島這樣的方案跟主張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嗎 那聽起來生態設置島感覺也蠻重視那個地方的生態或是那些的水文 那裡的環境 那裡的生活樣貌 那到底實際的內涵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談談說 到底怎麼樣去判斷一個規劃案 一個空間的這個計劃到底好或不好 那我個人認為一個最低的標準是 首先你不能侵害人權 那在這樣的最低標準之下呢 設置島會進行大量的生態設置島這個計劃 基本上是把設置島整個抹平 所有的聚落都不管它 整個抹平 所有人都必須要搬遷 所有人的家園都會被影響 所以這個 那如果大家都舉雙手雙腳贊成 都非常的開心 那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不會站出來有任何的爭議 但是現在有非常非常多人站出來 非常多人站出來 甚至組織自救會來反對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知道大家對這樣的一個破千 我們先不管空間計劃的內容 對於破千這件事情是非常不樂意接受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先不管人好了 從規劃的角度來說 當我們針對一塊基地 那這個基地我們今天來看是一個設置島 整個設置島 針對這個計劃要做規劃的時候 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在我們可以從圖上面紙上面去畫之前 必須要做非常嚴謹的基地調查 為什麼要做基地調查 你必須要知道 現在的這一塊你要做規劃的基地裡面 有什麼樣的東西 是首先你要先分析問題 到底這塊基地是有什麼問題你要解決 再來很重要的是 在台灣常常被忽略的 是什麼地方人 地方居民很珍視的很重要的 這個物質的物理上面的環境 物理上面比如說老樹或是廟宇 或者是甚至是一個過去大家聚會 很重要的一個促進地方感的一個小空間 這些東西是不是要保存下來的 所以我自己20多年前在美國念 這個地景建築的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教我的 就是你在做規劃之前基地分析 你在你沒有做過基地分析是不可能畫出一個像樣的圖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生態社子島這個計畫 你一看圖跟現在的這個衛星圖跟現在社子島的圖一比對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看出它是完完全全不在乎社子島現有什麼 完完全全不在乎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說的社子島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聚落 這些不同的聚落很多是上百年的 像是福州的王家 這邊的這個還有西州底都有許多這個百年的歷史的這些空間 它的紋理但是這些在生態社子島的計畫裡面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必須說兩個兩個最低標準 第一個我剛剛說你不要侵害人權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從你的圖面平面圖看得出來 到底你這個畫圖的時候 有沒有去針對當初對基地的充分了解去畫出那張圖 很明顯的看出來生態社子島是沒有的 好那我們再退一半萬步言 假設是社子島現在真的就是完全什麼都沒有 沒有聚落它就是一片 就是一片完全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那生態社子島這個方案到底好不好 那我認為也不能夠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從它如果要宣稱是生態社子島 那我就會從生態規劃的角度來看它 那生態規劃呢 這個名詞或者說這個概念是在1969年 有一位地景建築師叫Ian McHart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Design with Nature 提出來的 在這本書裡面在談的就是當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要盡可能去避開生態環境敏感的區域 所以所謂的生態規劃最低標準就是本來生態敏感的區域 我們就算技術上可以克服也盡量去避開它 避開它當然是為了維護當地的生物多樣性 也為了能夠避災 那我們再來看看剛剛說了 社子島它是位於兩河的交匯地區 它非常的低洼 過去它被排除在這個體內的地區 它被列為體外是所謂的紅泛區 就是因為它是很容易淹水的 它是沙洲非常容易淹水 當這塊很容易淹水的地方 你要把它開發變成3萬人居住的地方 那很明顯的是一個人定升天的概念 那現在的計劃是要 把社子島原本6公尺的堤防 再加高到9.65公尺高 換句話說就是用抵抗的方式 來抵抗這個地方可能的紅水 所以這是一個開發原本抑制災 避淹淹水地區的一個計劃 所以從這個生態規劃的這個低標來看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計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烈批評 這個計劃 它其實真的是不夠生態 它也不正義 不生態也不正義的一個計劃的原因 所以生態事實上 雖然強調是一個生態的概念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從一個最基本的是 對於當地的生態 這個生態可能包括環境的生態 包括人文的生態 它事實上都是不在意不重視的 那即使往後退一點 就是那我們回到一個 就算它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地方 可是它也不符合你剛剛談到的各式各樣的生態的標準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開發案 不管是在這個案子的本身 或是這個案子的程序 對您或是對蠻多的居民來說 它都是很有問題的 那可是回到一個在現實的狀況 那假設 其實你應該這樣講說 你在書中裡面也提到了這個西雅圖 從1990年就開始去推動一個叫做 零理規劃的一個案子 一個案例 你會特別稱讚說 這個案例的零理規劃 是在所謂的都市計畫過程當中 實踐公民參與的一個好的案例 如果我們從這個案例來看 剛剛談到的社子島 那個所謂的假借民主的程序 或者是不重視生態的狀況 那零理規劃相反的 從零理規劃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它到底是怎麼去做 怎麼樣去讓公民有真正參與的 這個機會呢 好 其實在規劃設計這個領域裡面 所謂的參與式規劃 也就是說讓利害關係人 讓公民讓居民 一起來做規劃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一個 大家認可的一個主流的概念 那但是在台灣 我們幾乎所有的都市計畫 都沒有去落實這樣的概念 可能一些小型的 這個地方的營造 台灣其實 管老師應該非常清楚 所謂的這個地方創生 社區營造 這個都已經 特別是社區營造 我們學習日本 已經發展非常久的歷史 所以對於說 地方居民自己參與 改造自己的環境 這件事情 其實是並不陌生的 我們也是非常接受這樣的概念 可是為什麼一個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常常是徹底翻轉 人民的生活 又這麼劇烈改變的 這個大型的計畫 卻一點點的這種 地方居民參與的 這種機會都沒有 這也是我常在想的 為什麼這麼的奇怪 那當然在技術上面 會被認為是有困難的 比如說我們 以台北市來講好了 講到整個台北市要做計畫 那到底要怎麼做公民參與 會被認為非常的困難 不要說台北市好了 我們今天來看涉子島 涉子島300多公頃 300公頃的這個土地 然後現在涉及的人口是1萬多人 你要怎麼讓1萬多人 一起來決定未來要怎麼樣的 去進行空間發展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 我們的規劃官員認為 規劃官僚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參與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都是由上到下的方式 但是西雅圖他的做法 就非常不一樣 他剛剛說的零體規劃 它的起源是在1994年的時候 涉子島對整個城市 進行一個大規模的規劃 針對整個城市的範圍 來做計畫 這個城市的範圍當然非常的大 做出來的當然 一開始做出來這個計畫 當然就是由上而下官僚自己在 規劃官僚自己在辦公室裡面做的計畫 這個計畫提出來之後 這個市民就非常的反對 因為完全沒有自己的參與 自己完全沒有參與的計畫 為什麼要買單 那就是造成群企的反對 所以西雅圖市政府就想到了一個方式 那我們乾脆以零禮為單位 這個零禮就是台灣所謂的禮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假如整個台北市要做計畫 那是由禮為單位來由下而上慢慢的做 這個怎麼做呢 首先當然這個不同的禮 他們要組成一個委員會 組成這個委員會的用意是什麼 當地的這個禮自己去組成委員會 要確定說我這個禮 或者說我這個規劃單元裡面 到底有哪一些人是必須 他的聲音要出來的 比如說老人家或者弱勢族群 或者是說有國外的移民 他是對 他是可能不會講 不會講當地的語言 或者是說什麼樣一個特別的族群 讓所有的這個厲害關係人 都能參與到其中 好 那這邊第一階段這些人參與 但是這些人 基本上就不是規劃專業者 所以雖然他們的意見進來了 但是不見得能夠形成規劃 空間上的規劃 所以第二階段 就由這個專業的顧問公司 專業的規劃者進來一起討論 一起伸出方案 伸出方案之後 再交由投票來解決 所以這個過程是非常的繁複的 首先第一個 居民要自己組成委員會 第二個專業者進來做規劃 做出了規劃的方案之後 第三個還要經過不斷的討論 公聽會 公聽會之後還要不斷的投票 非常繁雜的過程 而且是每一個禮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 每一個禮都做這樣的事情 那整個城市 什麼時候 哪一年哪一月 才會把計劃做 所以這對政府來講 會不會覺得是曠日廢時 拖那麼久 那我可能還要向議會報告 還要向立法院報告 那我這樣子有辦法做嗎 如果再遇到一些刁民 你又為了自己的私人的利益 然後提出很多的意見 我該怎麼辦 這個其實就牽涉到價值觀的問題 到底我們要的是結果還是要民主的過程 那我覺得我自己在美國生活了 我大概在美國有生活了12年左右 我的觀察是我們在台灣常常會聽到說 可能因為民主脫慢的過程 因為民主的程序脫慢的過程 導致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就會回頭說這個叫民主的悲哀 其實我在美國看到的是說 大家更在乎的是那個程序 結果沒有那麼重要 重點是我參與了 重點是你政府聽我說話 所以他們在乎的是那個程序 結果其實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回到台灣我覺得我們還是處於一個 一個怎麼講呢 開發中國家的心態吧 我們比較重視的是那個結果要出來 我們重視的那個是效率 可以為了效率可以為了結果 去犧牲那個大家一起參與的過程 所以在西雅圖市政府來說 對他們知道這個曠日廢時 可是重點就是這個中間大家一起討論 一起參與的這個過程 而不是非要出來這個結果不可 況且這個結果最後一定會出來 只是要稍微有耐心 稍微拉長一點點而已 而且也不是說拉到十年二十年 這麼長的結果 可能就是多個一兩年而已 那回到社子島的這個都市計劃 我們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看到的就是柯文哲市府欠缺耐心 他就是一直要快 一直要趕快把它做出來 所以一直要求快就不在乎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回到這樣的一個西雅圖的這個 林理計劃或者說林理規劃 對台灣有什麼啟示 我剛剛一直說了 其實社子島犯下最大 社子島都市計劃從過去到現在 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 把社子島當做一個同質的整體 但是社子島其實過去是並沒有一個 所謂社子島認同的 你去50年前不會有人跟你說 我是社子島人 他可能就會說我是福州人 我是西州底人 我是西沙偉人 他講的是社子島內部的這些聚落 因為這些聚落 每一個聚落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心 每一個聚落都有自己的一個認同 所以並沒有一個整體的社子島認同 當你把這些認同不同的人 不同的社區不同的聚落 不同的信仰的這些人 全部包在一起 叫他一起必須要同意一個規劃 那就是非常的不可能 所以一開始的錯誤就在於 把社子島當做一個整體的一個基地範圍 要去整體的規劃他 那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是用個別的聚落 去落實類似西雅圖這種林理規劃這樣的精神 各別的聚落各別去討論 各別成立他們自己的委員會 找到應該的厲害的關係人 各別的聚落再請這個專業的規劃 顧問公司來一起伸出他們的空間發展計劃 那當然這個並不是說整個社子島不應該整體規劃 最後還是要有一個針對社子島的一個整體 把這些不同聚落的這些空間計畫 把它整合一起考量 那但是現在社子島就是欠缺由下而上 這個根據不同的聚落 不同的社區為單元 的這種由下而上的規劃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 就是這邊一樣有兩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一個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常在做規劃的時候 就是一個整體的思維忽略那個地方的差異性 就好像我常在舉例說民雄的頭橋這個區域的人 他都不會說自己是頭 民雄人他會說自己是頭橋人 那民雄人可以 也不會把頭橋當作是民雄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因為他的地理比較靠近假意識 那同樣的在台南 你說真的台南人 可能就是住在那個城區的地方 麻豆的人 可能也不覺得我是一個台南人的那種概念 所以一個地方本來就有些差異 那一個細緻 一個有效的規劃 應該要去 不是說只有尊重差異 還要去了解個別的差異這是蠻重要 第二個我會有時候會覺得說 如果不先溝通 然後讓大家覺得不開心 然後政府由上而下的強行執行 那反而會引起了很大的抗爭 那除非你真的像 中國這樣的一個獨裁國家一樣 要不然其實你也不敢具有武力鎮壓 甚至也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那反而會讓這個時程拖的更長 我常舉例 台南鐵路地下話 東以不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嗎 如果原本的溝通好好的溝通 如果改變的過程當中 都願意去聽民眾的意見 說不定很快都取得共識 現在地下化 東以這件事情 或是地下化早就已經成功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 就是那個傳統的威權的思維 那個由上而下的思維 還是在我們的各級政府的官員裡面 你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我也看過一個蠻有趣的例子 例如說新加坡 他們在做公園的時候 是讓小學生 是讓幼兒園的學生 是進去參與規劃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那個公園的使用者 怎麼可以都是用大人思維 那就像你剛才談到 那小朋友可能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比較高一點的 這種抽象的能力 或是專業的能力 可是他們會找這些 專業的規劃者 跟他們一起討論 然後把他們意見納入在裡頭 我覺得這個 我們都認為新加坡相對之下 是一個比較威權的國家 他們在很多的建設裡面 至少我看到的歷史當中 是可以看到這個樣貌 不過回到這個奢侈島的本身 就是 設施島他雖然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樣態 有農地 然後有他自己的生態系統 包括人文跟環境 可是他一樣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這個水患 或者所謂的發展的困境等等 那他有什麼樣的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可能是一個更實際的 就是好 那我不要這一種大規模的開發 可是我的生活 該怎麼辦 該怎麼去 去過得更好 那另外一個也要一兵的跟你做討論 就是在您的書裡面也提到 這個奢侈島是一個天然長造村 我覺得這個概念實際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天然長造村 這種天然長造村 跟這個都市 這個所謂的奢侈島的規劃 跟整個台灣的城市發展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嗯 好啊首先先談談到底奢侈島 現在面臨什麼樣的環境問題 那我這邊我覺得 要先釐清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從外地進入到奢侈島 那往往就描述說 奢侈島看起來好像很髒亂 那看到很多這個 資源回收的這個業者堆 堆滯了很多的東西 甚至很多的農地被清到廢棄物 還有不明的一些 不明的一些這個污染物這些 所以大家對於奢侈島的印象是 有一些奇怪的東西在那邊 那這個的問題 因為奢侈島好像看起來一些雜亂髒亂 沒有秩序 那就會把它歸咎在是因為禁限件 其實這個邏輯完全是不對的 假設今天我們奢侈島從59年開始被凍結 真的禁限件的話 今天奢侈島是非常乾淨的 因為你什麼都不能做 那什麼都不能做 但為什麼會有這些 違規的廢土 營建的廢土 奇奇怪怪的東西被運到設置島 那是因為政府疏於管制 政府是完全不管理 政府就把它當作基本上就是擺爛 從過去到現在就擺爛 擺爛 然後放任一些在台北市禁止的事情 發生在社子島 就是台北市政府對社子島 可能會讓大家覺得不是那麼的好看 不是那麼的正式 但是社子島的環境污染問題 不是禁限件的問題 社子島的環境污染問題來自於政府擺爛 政府沒有好好的執法 那但是這個畢竟是 這個已經累積了50多年的這個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到底能夠怎麼解決 事實上它必須要解決 首先污染必須要從現在停止 任何違法的 事業廢棄物 任何不該出現在社子島的都不應該出現 這個執法上面一定要先去進行 再來現有的污染要去評估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現有到底堆置在農地上的這些廢土 到底內含物是什麼 這個是沒有人要去評估的 必須要評估 評估後到底是當地處理 現地處理還是說去清除它 移植到其他地方清除 這個都必須要有一些嚴謹的評估 再來是社子島的這個污水的處理 污水處理也沒有一個比較正式的系統 所以社子島也必須要去建置一個污水的處理 那當然這個污水的處理要有一個正式的系統 就必須要有一個都市計劃 就是我們當然不反對社子島有一個都市計劃 我們只是反對生態社子島這樣的都市計劃 也可以就是我剛剛說的 假如大家不要一定要去爭取非常高的容積率 實際上社子島現在就有一個提防保護的系統 社子島現在是有提防環繞的 是6公尺高的提防 它的保護標準是20年的重現期 所以社子島不是沒有保護 然後剛剛也提到很多人會誤以為社子島 社子島水患平仁 這個每逢颱風就淹水 這也是錯誤的概念 社子島其實常常淹水的狀況 過去淹水的狀況 其實搞不好比景美木柵那個地方 都還要輕微 社子島下雨的話 稍微強降雨的話 比較會淹水的就是少數 比較低洼的地區 在蓋了20年這個重現期聚的 這個保護標準的提防 之後而且呢也社子島整個周圍有大概20 大概有20座的這個抽水機 這些防空設施其實已經大大降低 社子島的淹水 我不是說社子島未來一定不會淹水 而是社子島並沒有大家外界想像的 水患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是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認知 那所以以社子島目前的狀況來說 它並沒有嚴重的淹水問題 只有下雨之後低洼地區一些積水的問題 而且這個積水常常是很容易退的 那我覺得現在社子島最需要解決的就是 徹底了解土壤污染的問題 還有污水的問題必須要設法來解決它 就是所謂的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論事 到底哪裡有問題 你要先去盤點你要先去了解 說不定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 而不是我們剛剛談到你要去做整體開發 那反而會引起更多的反彈 不過就像我剛剛在上面的題目也提到說 我看書裡面我覺得一個非常讓我覺得亮眼的地方 天然長照春 因為我們的確面臨到什麼少子化高齡化的問題 那也看到這個剛剛談到說 社子島有它非常獨特的豐厚的 這個所謂的生態環境或者是這一種 巷弄的這樣的一種 特殊的這種生活的型態 或是某種的美學 生態長照春跟社子島規劃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或者是說這個概念其實 跟整個台灣的都市發展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嗎 這個這個名詞其實是 當地居民自己形容的 那長照春比較像是 如果我們講長照春的話 它比較是一個商業的模式 有一個社區 專門就是在照顧長者 那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照顧自己家裡的長輩的話 就送去類似像 這個也不能說療養院 就是說類似像一個大家一起生活的社區 但是會有專人來照顧 那為什麼當地的居民把它稱作天然長照春呢 就是因為社子島其實還是 它的這個空間的形態還是處在一個農村 這樣的空間形態 農村的空間形態 農村的聚落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空間上面是非常緊密的 你可能在你可能家都不會關門 你可能沒事就坐在你的門口 拿個小板凳坐在門口 就可以跟對面對門的鄰居就聊天 你不見得要去他家 你坐在門口就可以跟人家聊天 你坐在門口 大家來來往往都是認識的 可能隨便問人去要不要進來吃飯啊 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你認識周遭的人 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有些人天天都出來散步 可是你怎麼今天沒有看到他出來散步 你可能會去他家關心一下問一下 發現他生病在家裡了 那你可能就 他的子女都不在 可能就帶他去看醫生 現在社子島常常會有的一些情況 就是鄰居們互相幫忙 子女不在 那就有鄰居帶去看病 或者是說甚至書中有寫到 像有理髮店 那理髮店的人也知道 可能八十幾歲老奶奶天天 每隔一陣子就要來剪頭髮 所以他也很清楚說 如果哪一天老奶奶沒出現了 他可能也會去問一下 甚至他也會到府服務 這些都是在比較正式的都市 一個典型的都市裡面 不太會發生的 人與人之間非常的冷漠 一切都是靠商業的交易 當然在一個福利非常好的都市裡面 這些東西用錢 或者說如果大家經濟狀況許可 很多事情用錢是可以解決 沒有人帶你去看醫生 你就搭計程車 或是你找人找個看護等等的 可是在社子島 這些在都市裡面用錢解決 用正式制度解決的 這些互相之間的照護 在社子島是非正式的 邻里之間的社會網絡 他們之間相互的緊密的關係 來達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當地的居民 他們會用天然長照村 來形容社子島 那這也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無形的網絡 這個無形的網絡是建構在 應該說有形的空間 有形的聚落 傳統聚落空間 實際上 蘊含了這樣的一個無形的 當你把有形的空間 除去了 剷除了 這個無形的網絡也會跟著消失 非常可惜的 那我們如果現在設置到 已經有這樣無形的網絡 是不需要政府花錢 不需要正式的制度 就可以支持的一個長照的系統 那我們 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跟台北市非常不一樣 應該要把它設法保留下來 我沒有說完全不能動 但是是不是要設法看到它 設法把它保留下來 並且去思考說未來我們在 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台灣其他的 老舊社區的更新 老舊社區的發展 這部分都是應該要在規劃上面 要考量的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好的零體關係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好的社區照顧了 就是如果你沒有做好這個零體關係 或是你破壞了零體關係 那這個社區照顧的成本是更高的 你要花更多的資本 更多的成本 在做所謂的長照 這件事情 可是你會發現 整個台灣的城市規劃 或是都市的規劃 或是房子的設計 或是新建 都在破壞那個零體的關係 當然我們看到政府也花了很多時間 要去重建 那個社區的關係 可是事實上 一旦東西破壞之後 你要再重來 那個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從社子島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謂的落後 他未必所謂真的是落後 更何況人家沒有那麼落後 不要一直無名化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剛剛廖老師也跟我們談到 他並不是反對一些開發 不是一些反對一些所謂的進步 而是反對的是那種由上而下 那種假借民主方式的這種開發 他反對的是那種所謂的大規模的區段 徵收那種砍掉 重練式的開發 我想社子島的經驗 社子島的例子會給我們非常多的一些思考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他只是一個 給思考的一個樣板 那而是一個真實的生活的世界 我們應該多多去關心 多多的去了解 那也非常謝謝廖老師跟 許多朋友共同寫出了這本書 城中一座島 足提足水增土增泉 社子島開發於台灣的都市計畫 今天非常謝謝廖老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您請教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節目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管老師 謝謝大家